法國實施全新小翹跑CLA 誠勢順風 近年決心主公小車市場的平治 今年派出全新車系CLA上場 邀請世界國地傳媒飛到法國馬賽試駕 讓大家率先感受這部小型四門翹跑的魅力 被廠方界定為CLS的迷你版 採用A-Class的新一代MFA地盤 拉長車尾 增加尾箱 變回小房車 但是又能夠不惜普遍巧巧的流線美態 但是外形已經很吸引 配合車側三條骨線和車底遮蓋功夫 更加創下封鎖系數的新低 CLA 180 Blue Efficiency封鎖系數只是0.22 是全球最佳空氣動力學效率的量產車款 車頭造型和內籠鋪排力大致和新A-Class相約 鑽石鬼面罩和A250 Sport共出一切 好像花瓣設計的LED尾燈就很有心思 增添螢光主題的內籠檢註 亦能夠迎合潮流 性能方面同樣沿用A-Class的心臟 CLA 28和CLA 250 分別配備1.6和2公升直四引擎 比想像中就輕巧了 軚感其實也挺一貫Benz的軚感 現在CLA也做得比較跑車的感覺 軚感是轉向很快的 經過不少的山路之後 發現CLA入彎都相當靈活 廠方更加平時配備4MATIC四驅版本 以迎合更多不同要求的車主 MATIC四驅版本